用路人在行津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 27号深夜11点左右 花莲市发生一起连环车祸 一辆轿车行驶在中心路上 由东往西方向行津中美二接口时 撞上了突然窜出的机车 造成机车骑士喷飞倒地 而轿车车门是严重变形 没想到两分钟过后 又有骑士经过不小心撞上倒卧在地 刚发生车祸的机车 接连两起意外 首先驾驶们在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一辆机车从直到窜出 直接遭行驶在干道的汽车撞飞 没想到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过两分钟后又有外送员汽车经过 一时没注意到前方才发生车祸 不慎撞上倒卧在地的事故机车 而这个场面就发生在27号深夜11点左右 我先听到这台车的声音 然后后来才听到那边的 我刚刚是以为是放弃掉下来的声音 三方驾驶在行津华联市中心路中美二街口时 都没有注意到前方入口状况 接连发生两起意外 强大的撞击力道除了骑士被撞飞倒地 轿车车门也严重变形 造成驾驶一度受捆车内 现场两名机车驾驶受伤 经检验三方均无酒精浓度反应 且由合格驾驶执照 经警方调阅相关路口监视器 初不了解第一件车祸造势原因 已是为知道未让干车到先行 第二件车祸为未注意这些状况 全案由本分局车祸事故处理小组 依规定处理 华联分局也呼吁用路人 在行津标示有停让等标示的指导路段 因离让干车到先行 而在没有耗置及标示的情况下 少数到也应该离让多数到先行 如有发生车祸意外 则必须放置警告标示 才能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记者 许立芹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